这次能源议题在这次总统大选是相当重要的攻防焦点 那么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天在跟学生座谈的时候 那么也松口了 他认为这个核电的部分要演绎才能够解决能源短缺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早上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燦 他就认为说侯友宜在过去新北市府的时候 对于核一核二相关的干除设施还有燃料棒该如何做处理都没有解决 如今要选总统才要来让核电来演绎 那么说法都不冷先带您起来听 如果侯市长主张核二核三要能够演绎的话 那前提就是必须要让核二核三的相关的演绎准备要能够完成 那以核一厂跟核二厂最需要的干涉储存设备 能够让燃料棒从这个反应录里面抽离 那这个部分的审查大概新北市一个卡了八年 一个卡了十年 等到现在要选总统 他来提出核二核三演绎 这个我觉得跟他过去担任副市长到市长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而且是经过法院判决新北市败诉 这个败诉也确定了 所以过去卡核废料 现在说要严厉这是矛盾的 好可以听到呢 这个呢郑文燦呢对于侯友宇提出说 这个包含这个核二跟核三要进行演绎 才能够来解决这个能源短缺的问题 他认为说他在当在新北市府这几年关于呢 核一跟核二相关的这一个储存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么现在要来选的话抛出这样的议题 不过呢这个侯友宇抛出说要来让核电演绎 是不是跟过去在国民党智库 他们也提出说核二跟核三要演绎的说法呢 也逐渐的来靠拢 那么现在呢在选战当中 能源议题成了相当重要的一个攻防焦点 那么现在呢 谢谢观看